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初是哭哭啼啼拉着妈妈一脚不放的孩子 现在也能够带着他们的小朋友来学校就读 那我也很自然而然的升格为园长阿嬷了 近两年里面我们也成立了托婴部 我们有一岁的宝宝就可以到我们学校来就读 我们也有请我们的专业护理人员来照顾我们的小朋友 来做我们的一个顾问指导 至于我们小班 中班 大班 老师除了就是说我们有专业的像我们的英文课程以外 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英文课程是很有特色的 因为我们为孩子的设计是从幼儿部到国小部 一直到国中部 那孩子他的学习都能够有一个连贯而不会中断 在幼儿部的话我们用的是非常生活化的一个幼儿的一个美语 到国小部的这个部分呢 我们是跟佳音英语合作的 我们有非常专业的这个英文的这个教材 和英文的老师 然后孩子他的学习是可以做一个连贯的衔接 我们也有办了就是海外的孩子的留学 留学营让孩子能够很实际的在国外 跟我们外国的朋友来做这样子的英文的交谈 让孩子的视野能够有国际化 我们时代对于孩子我们的一个期望 我们会希望我们能够培育出懂得感恩的孩子 幸福的孩子 快乐的孩子 健康的孩子 是我们时代办学的一个宗旨 我会为从前想起了你 心中放弃了一波波烈泥 我会为从前想起了你 我会为从前想起了你